這個邊其實我弄蠻多的 有很多像我們那個圓形的 圓形的桌墊 有時候我這樣弄 感覺比較有質感 所以這個邊也要兩對嗎? 對也是兩對 一對啦 一對就好了 現在要這個紅色的部分 然後像這個的話 我就會先 我們原本是這樣子弄 我會先鑽好一次 這個就永遠都是轉的就好了 轉的方向過來 然後我現在微線從這邊過來 到這裡來之後 這就是夾線的方式 跨轉 這樣子就好了 然後轉 然後我就上針 然後上在微線 紅色微線的兩條線的中間 然後好 然後再一個跨轉 跨轉轉 出去 這個 轉好 這樣子它就會被 它就有那個 那個效果出來了 裡面就看我要平字 要網字 就隨便我們自己弄 就看我們的 看我們的那個 圖的設計 去做裡面的 現在我都先做平字就好了 好小的墊子喔 其實 左邊也用一個嘛 可以啊 那 這個黃色的 那我們做 我現在是外面往裡面 所以我這邊是 外面往裡面做 這樣兩邊讓它都是朝內 都是朝內轉 那這邊也是一樣 跨 轉 轉 轉 這兩個 這四個 跨 轉 然後我現在直轉一順 然後上針 之後 還是一樣 這個是一對嘛 這邊也是一樣 跨 外面到裡面 好 裡面我都是平字 所以我就做平字 那好了之後到這裡來 然後像這裡的話 我們也是可以做一下變化 我可以先轉好 那我這兩條線跟中間是可以分開的 嗯 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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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就像 這裡的話 我們也是可以做一下變化 欸這個是沒有 我裡面還有一條銀色的線 我就是要讓它去 比較 比較編一點 對 可是我中間還有一對銀色的線在哪裡 所以我是 中間是沒有轉的 這是有轉的 如果說我們的線都是一樣的話 可以做變化 啊不要的話就是 它邊跟這個 跟裡面的圖案 就會連在一起的 嗯嗯 就是看我們自己那 如果我要轉的話 它就是會有一個距離在 是一個距離在 然後像 到這裡來的時候 跨轉 我先再轉一次嘛 嗯 像這邊的那個 紅色的線它就開始會那個了 嗯 然後也是一樣 跨轉 轉 可是像我上面有轉一次 我必須要再轉一次 這樣它上下距離才會一樣 嗯 因為我們這 我們這的要是沒有弄的話 它其實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那個 明顯的一個那個距離在 所以我上面有轉的話 下面就要轉兩次 下面就要轉 嗯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在這裡 然後之後就 然後之後就 再做這裡 OK 我們這邊有轉 這邊不要轉 你看那個效果 這邊有轉 有弄好的 跨轉轉 對 我來的時候我會直接過來 嗯 直接就 尾現就讓它轉過去了 嗯 然后这个转我们第二个转就是跟我们所有的做法一样 围线到这边边一定要转一次的那个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跨转转这个转一定要做好 然后再出来跨转然后再转一次 然后这个围线到里面 然后就可以继续做了 可以再试试看这个 这时候要用粗一点的线路比较看得比较清楚一点